大家好,我是挑战30天自学PS的小秋,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我们来制作磨砂玻璃效果 使用裁剪工具修剪圆图大小 点击举行选框工具 框选出你想保留的花朵部分 在选区内单击鼠标右键 左键点击选择反向 使用康丑家J复制一层选区 然后在菜单栏找到滤镜,模糊,高丝模糊 根据实际效果调整模糊程度 数值越大,模糊程度越明显 玻璃效果调节到5左右即可 再次点击滤镜,选择杂色,添加杂色 同样是数值越大,杂色数量越多 根据实际效果,同样设置为5%左右 设置好以后选择滤镜,滤镜库 在扭曲中找到玻璃效果 在画面右下角调节一下画面比例 方便观察效果 太小的话可以按住奥特加鼠标前滚轮 再次放大到合适位置 调整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调节右侧数值了 其中扭曲度越小玻璃效果越不明显 我们可以边改变数值边观察效果 直到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这里我就直接设置为20 平滑度越小玻璃纹理越细腻 这里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设置一个数值 纹理选项中可以设置不同的玻璃纹理 你可以每种都是一下 选择自己喜欢的纹理 设置好以后点击确定 然后使用文字工具点缀一些文字就完成了